清蒸大红鱼 葱丝 味点色 红椒 你蒸几根香菜 对 干清蒸的鱼 那绝对鲜啊 而且这个儿也不小 人家讲究啊 自己咬汁了这是 对 好点汁 好 够了 够了 咱就一条鱼 你看这鱼没有 这是三去的 对 三 三不杠的鱼 把上粘下 去塞 去淋 去内藏 对 这条鱼这个儿还真不小 这得小一斤的吧 这一斤的大不落 三叔原来讲过 这黄鱼怎么让它去腥啊 脑门 开背 清蒸鱼就开背 对不对 咱也不打什么烂七八糟花刀了 蒸的时候收拾均匀 你看开背 贴骨开背 对 这买姜也不多 塞这点 可以讲究这个 咱蒸鱼都搁点这个姜片 去腥 美籍酱油 来抽 哎 大鸣 看好了 加点糖 糖稍微多一点 来 开点锅 咱就可以灭火了 比如说看色看不过来 你再等着 这鸡蛋方法 哦 就放在一个平面上 对 对 咱灭火了 咱们就是章鱼 这方向摆错了 这样摆 这不大头 头在这儿吗 这边头 啊 这就是什么呀 左头右尾 腐冲钦 哦 这是一个正确的摆法 然后割针的时候呢 两指宽针 它露头不露尾 您说这个您猜怎么着 上了事儿了 没人走着 好 大锅啊 咱们就八分钟 好 几时开始 八分钟 天道 时辰道 黄花鱼 别名叫什么 它叫刮刮鱼 它在大楼上来执行 它叫 刮刮鱼 像青蛙一样 它叫刮刮鱼 因为很少鱼 有点活着 黄花鱼的骨捞 对 我们去宁靖的基地 哎 就看大黄鱼啊 我这天 晚上再拍一天 香锅吧 嘿 烂不烂 鱼 勿 Ton 哎哟 不用 卖 盯了 你看我这做事 让他把它盖上 一勺就够了 大葱 付点色 然后呢 节力 再来一下 一定要先加油 后点净 吃鱼讲究 吃腐 对 嗯 鲜蛋合适 而且这个红鱼是真鲜的 蒸的您的8分钟这么合适 学会的这个驰车之后啊 回去之后 我觉得我能做出更多的菜来了 比如说咱们常做的 蒜蓉粉丝蒸扇贝 蒜蓉粉丝蒸鲍鱼 然后咱们那个 开边虾 然后白炉个菜花 浇个汁 对 你现在这地道 肥牛饭 肥牛饭也能用 火锅蒜肥牛 对 哦 沾着这可了不得了 行了 那我们回家一起做都行枝吧 嘿 行嘞 又起零了 好